两栋楼中间炸出一个大洞 这战乱场面不是在乌克兰 而是俄罗斯边境城市贝尔哥罗德 十层楼公寓整栋消失 现场残破不堪 俄罗斯指控就是乌克兰发射至少12枚飞弹 击中第一楼层之后 瞬间整栋楼全垮 住户一脸惊恐爆猫逃生 只是当现场救援到一半 又有屋顶天花板掉落 大家吓得拔腿就抛 这可说是贝尔哥罗德历来死伤最惨重的攻击事件 对此乌克兰没有回应 还指控俄罗斯对哈尔科夫狂轰猛炸 俄军宣称逐渐占领哈尔科夫边界的沃尔陈斯克 但在此时俄罗斯国防部仍是大地震 做了12年的防长萧伊谷被拔官 疑似就是因为俄乌战士失利 遭到撤换 而接手的居然是一位经济学家 也是普清心腹贝洛索夫 专家分析 由于俄罗斯国防预算膨胀到可能威胁国本 为了不像前苏联一样 因为军事拖垮经济垮台 普清才会换上文人国防部长 避免重蹈覆车 TVBS新闻综合播放 乌俄战争也造成了非常多人的死伤 俄军现在持续的推进前线 那么俄罗斯仗着火力的优势 最近再度对乌东地区的哈尔科夫 展开非常猛烈的炮袭 目标是要透过地面战 希望可以再往前推进10公里 而目前看起来这个计划 是如期的进行当中 因为根据了路透社报导 俄军已经在哈尔科夫推进了1公里 那么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缓冲区 阻止乌军攻击俄罗斯边境地区 我们也来看俄罗斯北方集团军也透露 像非常多的亲俄媒体开始宣布 说正式展开攻势 比对了乌俄双方的消息来进行研判 目前俄军的进攻路线一共有6个方向 对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出 整个前线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他也透露乌克兰正向哈尔科夫派遣增援部队 而且又包括了大炮跟无人机来进行回击 但是面对俄军如此强烈的攻势 乌克兰面临非常大的压力 因此在哈尔科夫周边再度出现逃难潮 官方表示敌人从俄国边境 贝尔哥罗德发射S300飞弹 同时在东北前线推进一公里 试图扩大缓冲区 乌克兰的防空机动部队也说 俄军的无人机性能一直都有提升 外观七成黑色 让乌军更难发现更难击落 现在哈尔科夫周的前线城镇 像是沃尔昌斯克就有上千居民 被迫撤离家园撤离到大后方 同时加拿大跟美国也纷纷公布新的军援计划 希望提升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但是专家忧心军援能否多到 跟俄国的人海战术继续耗下去呢 乌军内部也认为说 随着俄军靠多点突破 未来两个月 基辅的防卫战恐怕会变成军事的重点 西方继续军援才能帮助他们拦截 俄国空袭守住家园 提问先送不到 好 俄罗斯现在还宣称 已经完全控制了战略重镇 乌军失去了大片土地 还有三百多名官兵阵亡 甚至折损了爱布兰坦克 美方也坦言短期之内战争很难结束 顿内刺客战时又有进展 俄罗斯共防部宣称 在中央集群部队的积极进攻下 已经完全解放奥切列纪念 同时改善了战术位置 乌克兰军方也证实 俄军的确占领了关键据点 不过守备部队并没有停止战斗 从美联社取得了一段空拍画面显示 奥切列纪念的住宅区饱受炮火摧残 以面目全非来形容也不为过 一床公寓的边间防射 从底楼到五楼更陷入火海之中 不断冒出浓浓黑烟 乌克兰表示除了住宅区之外 位在郊区的一家工厂 几乎被移为平地 综合外电报道 俄军地面部队在空中及远程火力的双重掩护下 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 部分媒体甚至以溃不成军 来描述乌克兰部队撤退时的慌乱 似乎没有料到 俄军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濒临城下 林立的攻势如入无人之境 就在俄乌两国双双证实 奥切列纪念一手的消息之后 俄罗斯电报社群更在第一时间上传最新消息 指称俄军在右翼防线的开展上也有收获 东边的第132旅声称 已经在克拉米克及辛卡利诺夫两个村镇 插起俄罗斯的国旗 并且开始扫荡乌军残部 至于担任进攻奥切列纪念第二梯队的 35近魔旅 在东北方又打退了阿尔汗格利希克的乌克兰首军 等于宣告俄军完全巩固奥切列纪念的左右两翼 前线传回来的消息表示 乌军在此地守到最后一刻 最后实在挡不住了 才被迫丢下所有运输工具 跑步撤出战线 因为缺乏自然环境的屏障 成为俄军猎杀的目标 据说损失超过300人 俄罗斯国防部也证实 乌克兰第47机械话旅一天之内 在星巴赫穆提夫卡附近 发起了八次行动 试图为阿尔汗格利希克的友军 争取更多后车的时间 不过这八次攻势都被俄军给推了回去 最后已付出一辆艾伯兰坦克 以及数十人阵亡的代价告终 西方媒体报道 这是第六辆在乌克兰战场上 被摧毁的艾伯兰坦克 不过俄方官媒则说 乌军合计折损了七辆艾伯兰战车 无论是六辆也好 七辆也罢 足以证明 俄军总参谋部针对顿巴斯战役 不但制定好明确的战略目标 也设计出周延的攻防计划 因此军事专家分析 这代表奥切列纪列战役基本定调 俄军除了顺利巩固两翼的防线之外 同时为日后向西线或东北方推进 建立起相当重要的战略基地 科长生科话还没讲完 立刻收到准备开炮的命令 这就是乌克兰前线部队的情况 而且他们还不是第一线的接战单位 随时紧绷的神经 都已经让火力支援部队感到身心俱疲 更遑论束手据点的官兵 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 没有可以轮体的部队 再加上缺乏弹药 也难怪乌克兰陆军司令 帕克·柳克在接受《泰晤士报》的访问时表示 现阶段欧乌战争的样态 已经和2022年有着很大的不同 毕竟过去普遍认为 要是能造成俄罗斯的重大损失 大概战争就会停止 可是没想到克里姆林宫却毫不在意 究竟阵亡了多少人 还有损失了多少装备 而是让战争无止境的发展下去 如今这场战争也给了他新的启发 就是有太多国家都在坐等战争 何时会结束 战后的复原该如何善后 而他体会最深的缺势 不应该期待任何人的帮助 一切只能依靠自己来面对 眼前各种棘手的难题 而且美国情报部门主管也在参议院的军事委员听证会上 清楚表示 俄乌战争不太可能很快结束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